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每一个死而复生的人 都是带着一个使命 重新回到你的人世 那我想我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告诉人 我自己的奇迹生命故事 因为这个奇迹 其实不是属于我个人 我好像一个被挑选出来讲故事的人 明天早上的时间 我通常都会留给自己 起床我都会冲茶 然后都会烧一盘香 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 是2012年的11月9日 其实就是8年前的今天 就是我发生意外的日子 所以刚好是意外的8周年 看着眼前的钟卓辉 很难想象在8年前 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意外 他怎样在轮椅上度过了煎熬的一年 又如何奇迹般地在梦境里治愈 已被宣告残疾的右脚 2004年的11月9日 一向喜欢冒险的钟卓辉 在新西兰进行滑翔机训练 他喜欢翱翔在空中时那种自由的感觉 那一天 阿辉又一次驾驶着滑翔机飞向蓝天 我的飞机就在爬升的过程中 大概在五六十层楼的高度 发生了一个罕见的意外 就是失速失控 飞机就直接就五六十层楼的高空 就撞到地下 整个过程是十秒钟左右的时间 很快 就等于你在天台里面 五六十层楼的天台 再拿着车一直冲出去 直接撞到地上 其实那十秒 就像我人生最后十秒的倒数 所以当我撞到地上的时候 忽然间的感觉是什么呢 世界忽然间被一个黑暗 整个世界吞没了一样 是同一时间 所有的感觉都没有了 看不到东西 听不到东西 眼、耳、口、鼻 所有的触觉都没有了 连痛都不会感觉到的 现在回想起那天的意外 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 仍然记得非常清晰 当我再睁大眼看到东西的时候 我发觉 咦? 为什么我自己浮在半空呢? 我这个浮在半空 就是我下面的飞机残骸 我看到我自己的身体 是在飞机里面的 而我浮在半空 当时是一种金黄色的光 包围着我 忽然间听到一把声 在光源头 跟我说话 但当时不是声音 是一种感应 一种信息 问我 你想要离开还是留下? 第一个念头 当时我是选择离开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光海里 我曾经重新再去 看回整个三十年人生的历程 我当时看到很多电视机 在我前面 每个电视机 是播放着一些 我自己 从小到大 读书 工作 各种各样的画面 好像看回我自己 又觉得 三十年的人生 虽然好像短些 但其实都不错 我觉得自己活得很精彩 以前经常说 不在乎天长地久 最重要是 你有没有很精彩地活过 我想想 我其实所有梦想都做了 好像都没有什么遗憾 其实都可以走 但同时 有另一个感觉 在我的心里走出来 那种感觉是一种很空虚 你觉得很空洞 很空洞的感觉 好像就是说 咦? 你没有梦想了 你没有东西想要再做 想要再留在这个世界 你整个人生 其实就是 好像是透过很多的梦想 一路去掩盖住 你那个空洞的空虚 现在当我没有梦想了 哇 那个空虚好像 忽然间呈现了出来 我完全不知道 我其实一生追求 所谓的梦想 又是些什么呢? 是不是一箱一箱的正书 一箱一箱所谓的 执照 但原来当你最后 是什么都带不走 我是同时间 有两种很极端的感觉 一个就是 好像很满足 梦想达成 一边好像很空虚 很寂寞 好像你不如仍然有梦 那样 我是完全做不到决定 很奇妙 那个帮的意识 我叫做 好像他看到我 想法 好像跟我说 这个是我的人生 也是我自己 最后要回答的问题 没有人可以帮我做决定 但尼德塔反应 好像整个光害 就开始慢慢退色 好像慢慢消失 而我看到我自己 本来好像一个光的形态 又在消失 然后我就慢慢 好像回到我自己的身体里面 回到我身体里面 第一个感觉就是痛 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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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我自己受伤是很严重的 我的手 骨折 前臂骨 两个骨折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支骨头 是插出来的 挺恐怖 而两只脚 撞到变形 还有身体里面很多大大小小的伤 全身都是血 原来你还会觉得痛的时候 就代表你仍然生存 如果当你痛都不懂的时候 你应该就死了 严重受伤的阿辉 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 医生说 能够在这样的事故中存活下来 已经是奇迹了 但是 由于右脚脚踝伤势过重 必须要截肢才能保全性命 我当时听到 切了我的脚 我觉得 以后要坐轮椅 不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我完全接受不了 半个小时前 我仍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 半个小时后 你跟我说 我之后的人生 可能都要坐在轮椅 我觉得 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我一生最重要 最追求的就是一种自由 你拿了我的脚 就等于拿了我的自由 所以当时 幸好我还有意识 我不愿意做这个手术 因为失血过多 就暈倒了 后来 医生因为没有我清醒时的同意 也没有办法 但他跟我的朋友说 即使帮他摘到骨 一个星期来 如果没有血液流过 整个脚脚会坏死 变黑 到时都是要做折肢手术 但又很幸运 一个星期之后 一路医生又帮我做检查 他发觉 整个脚脚又没有坏死的迹象 有感觉有温度 好像血不遮在哪里 流过了 很奇迹地 我又保存了我的脚脚 但当医生再帮我做更多 仔细的检查时 他又跟我说 你真的很奇迹 但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要跟你说 我当时骨头 是因为断裂得太严重 他说在里面 是测量不到任何血液流经 那部分 他说骨头是证实了 一个叫缺血性坏死 简单的 骨敷 他跟我说 大概一年 一年左右的时间 你的脚的关節 便会枯死 可能到时连走路都会有问题 我觉得 好像我遇到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奇迹 但是最后 原来这个奇迹好像有一个限期 好像贴了一年的保鲜期 过了保养期之后 便会坏死 只有一年的时间 能够挽救自己的右脚 于是 阿辉开始疯狂地尝试各种治疗方法 中医 西医 民间偏方 能试的都试过了 却始终没有见效 我开始由一个很意志很坚强 很相信自己可以康复 慢慢开始去怀疑 我觉得我真的尽力了 我很努力很想去康复 我可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 那些所谓的神医 我也有去找过 我觉得其实挺讽刺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挺科学的人 而且我自己也是读心理学的 做治疗的时候 每次我听到一些病人说 我都去骂他 我没有想到 原来当你自己 跌入一个病人的角色 以及当你去到很绝望的阶段 任何人跟你说 有一件事可能可以帮到你 你不会再理他真或假 你都会想伸手去捉住他 后来我得到一个挺严重的忧鬱症 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我有想过自杀 因为我始终接受不到 一个坐轮椅的人生 你拿了我的脚 拿了我的自由 我觉得你要我给死是更难受的 所以我一直都接受不到 伤残这个人生的转变 其实整个过程 它最需要你的专注力 就是做这个香灰的时候 因为你会发觉 香灰是很幼小的 你只要随便稍微用力不对 又或者歪了的时候 整个香灰就会散了 在那段万念俱灰的日子里 妈妈每天都陪在阿灰的身边 天气好的时候 就会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阿灰 到公园转转 我以前每天的生活 是排得很密的 由早到晚 赶上班 赶上学习 赶上去玩 好像很精彩 但排得很不一样 这个公园 我过往的十年 我每天都经过 但我没有曾经很认真 真的去看过它一眼 到现在 我什么都没有工作 我坐在轮椅上 反而很认真地去看公园 原来当我坐在轮椅上 好像换了一个高度 去重新看世界 好像变成一个小朋友 高度去看世界 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当你如果能够接受 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 你才会再有能量 会有心力去适应 和去转化为一个更好的生活 从那时开始 我慢慢好像醒过 然后我就开始能够脱离 一个病人的角色 那我开始 咦 其实 我除了一个病人之外 我自己原本 都是一个心理学家 我其实有很多 心理学的知识 于是 阿辉开始尝试 用所学的心理学知识 来给自己治疗 虽然我身体在很多地方受伤 但我最严重的就是脚 那为什么是脚呢 原来脚对我来说 代表了自由 而我自己一生最渴望 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自由 很奇怪 当你能够看清楚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在轮椅所感受到的自由 是比我飞上天感受到的自由更加大 好像这个病 这个脚患就对我说 什么才是自由 当我解读了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再需要这个病 我不再需要坐在轮椅的世界 我可以离开 但当时他没有跟我说 如何离开 如何医好他 但我只是忽然间有一种很大的感觉 就是我可以离开 我可以好回 在我们心理学上说 潜意识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潜能 其中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治愈能力 如果你有方法去到你的潜意识 你可以重新启动你的治愈能力 其实这个治愈能力 是一些我们人的本能 并不是一些神秘的魔法 神通的异能 等于你一个人受伤 很自然他便会康复 而我自己用的方法就是催眠 催眠是其中一种非常简单又有效的方法 去帮我去潜意识 我去到潜意识的时候 我便找到一个叫自己的潜意识医生 潜意识医生是什么 全部都是一些象征的意义 是象征我自己的催眠 象征治愈能力的一部分 我要如何去做这个治愈呢 就是透过梦境 首先要明白梦境和我们的潜意识 和我们的身体其实有一种互动 所以原来当你睡觉的时候 外在的一些刺激 可能一些闹钟的声音 它是会传到你的身体 影响你的梦境的 既然外界的自己能够影响梦境 那么反过来 利用梦境是否也能够影响身体状况呢 本身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阿辉 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尝试 所以我当时就是 帮自己好像又是一个催眠师 又是一个被催眠的人 就是两个角色就自己做在一起 那当时我是怎么呢 我去到催眠 找到一个象征我自己治愈能力的医生 那我就跟我医生说 医生我想治疗我的脚 那可以怎么做 那他当时就好像有一种对话 那他就跟我说 OK很简单 那你就再催眠去你自己的脚 那你帮你自己做治疗 那我其实已经是一个催眠状态 那再催眠就好像催眠里面的催眠 那就好像的感觉就是 梦里面的梦 那我再醒来看到的时候 我发觉自己好像站在一个 很荒谬的大地上高 那那个大地就好像地震园 火烧园一样 很多的坑洞 很多的石头 就是乱七八糟 那其实就代表了我当时的 脚的关节骨头 而最奇妙的就是 整个大地中间有一条很大很大很大的裂缝 那好像分开了两边这样的大地 但阿辉意识到自己在梦境里见到的景象 就是自己身体状况的投射时 他开始在梦境里有意识地修补破损的地方 我好像把梦境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自己好像一个修补清理的工人 把路的障碍物全部清理 把坑洞填回 其实那个梦境是很真实的 你真的会感觉到很累很辛苦 你会好像流汗 其实是你用另一种意念 将它转化做一种治愈的能力 第二阶段就更好玩 搬到七八八了 清理完差不多了 那大地中间有一条很大的坑 那怎么处理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一条那么大坑 最简单就是你便搭桥 你便可以通过去另一边 所以我第二阶段就好像变了一个搭桥 最后就要在中间开一个气孔 方便炭的热力是传上来的 接着我们会放一块 我们日本叫银叶 其实是一个云舞片 它是隔着灰 可以把炭的热力传进去 给我们放上去的一些沉香香材 从大学毕业开始 阿辉就一直从事警察工作 虽然这份工作十分稳定 待遇也不错 但她知道 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两个月前 阿辉正式辞职 告别了15年的警察生涯 我大概臨离开警察前的六年 都是在你见到我身后 这个警署工作的 我最后都是一路做有关 死因调查的案件 为什么我会做死人调查的工作 其实都跟我意外有关 因为意外之后我的脚受伤 管理层就很担心 你的身体可能未必适合做行动性的任务 做死人调查就最适合了 因为第一 死人就不会跳起身 跑了去 那你不用追 第二 他死了 你不用担心 他会起身 走来攻击你 好像就是 死人的案件 就适合我去做 所以其实 由那时候开始 六年左右 我就做了死人调查的工作 其实离开了 真真正正离开警察工作是两个月 其实回到这里 都有一些不扯得的感觉 始终警察做了15年 很多的回忆都会在里面 由自己毕业到 应该是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唯一一份正式的工作 所以 回到这里 都很复杂 但是我想离开是我自己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我都想跨去另一步 就是开展另一个不同的人生 真真正正正做一些 我自己觉得有意义 又可以发挥到我自己的潜能 在心理学上高 或者写书 作家方面的天分 如果你看到这个咖啡店 其实就是在我以前工作警署的旁边 走过来 只是三分钟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下午茶的时间 或者下午茶的时间 或者下午茶的时间 二是带上自备的迷你香炉和香 用香味使自己沉静下来 第三个习惯 就是带上陪伴自己十几年的小星星 他叫叻仔 其实我很多时候写书的时候 都会带他出来 他其实就很多年了 他十几年了 就是陪伴我 但是我写书其实是2011年的事 2011年的时候 当我说自己康复了之后 走了一段都几长的旅程 都整六七年 找到我自己当时想要找的答案 然后我就有一个冲动 就说我要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 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想过写书 也都不知道怎样写书 有一天我就带了叻仔去咖啡店 我说叻仔 你写吧 然后我给了一袋原稿 寄一支笔 但是很奇怪 就是那天忽然间有灵感 开始 即是由那天开始 我就将自己第一个 chapter 1 的故事写出来 很快 一天就写了一个 chapter 由那次之后 很多时候 我写书的时候 都会带上去 陪着我一起去写 很多读者 其实真的写得顺利 好像说 你里面经历过一些事情 其实跟他们正经历的事情 其实是很类似的 但是可能在你的故事里面 他得到一些啟化 我很努力地 将我的故事去分享出去 至于其他人得到些什么 可能有些只是 挺有趣的 一个故事 好像当作是看电影 好像一个科幻的小说 他们觉得 可能一个纯粹是 課工如課如的娱乐 我觉得都fine 都ok的 我不会说 一定要帮到别人些什么 或者一定要得到一些 很实在的领悟 我才算成功 其实我没有的 我当我写完那一刻 将本书出版了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除了写书 将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阿辉还会帮人做心理治疗 但是 他的心理治疗室 并不是来者不拒的 我都选客的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最重要做治疗的概念 并不是我去治疗一个人 或者去真是 帮他做一些改变 最重要其实 是来求助那个人 他自己 要学会 怎样去帮自己 最终真的治疗那个 是他自己治疗自己 如果很想 喂 我 钱不要紧的 你总之帮我搞定的问题 其实 我会跟他说 我搞不定的 因为这个问题是你的 这个人生都是你的 所有的问题 一定是由你自己去解决 并不是我去帮你解决的 如果做那些治疗 对我来说 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宁愿将时间 花在 真是一些 想自己 变为一个自己 医生 做自我疗愈的人身上 或者 花在写作身上 热衷于东方传统文化的阿辉 把香道与西方心理学治疗相结合 创造了香道催眠疗法 但是 香道对于阿辉来说 更是一种享受生活 品味人生的方式 最后我们要用一个 叫雨线的物体 其实是一个羽毛 去清理我们刚才 做香道的时候 在旁边的灰 在日本来说 我们有时品香 是大家一起去品尝的 这是一个礼仪来的 就是说 草泽大 你将器具清干净 才给别人品尝 以前大家 如何衡量生命的价值 或者一个人的成就 就是可能你 有赚了多少钱 可能你社会的地位有多高 可能是用金钱 权力 名语 都去衡量 其实 意外之后 我觉得 人生最大的成就 就是 你学懂得 用心生活 享受生命 就是 人生最大的成就 因为 因为当你真的 面对死亡那一刻 你知道 什么都是带你走的 无论是 钱 名誉 地位 权力 什么都带不走 但是如果你每一下 在你在生的时候 你都是享受生命的 你都是很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的 这些全部都是你带走的东西